我們剛剛聊了很多 我到現在真的覺得很多事情 感覺是非常的吊詭 特別我們待會再來請教一下 這個1月14號 竟然呢 這個趙騰雄跟某個人見了一個面 那麼那時候明明案子還在審 應該是非常敏感的時刻 為什麼這時候還會再見面呢 而且還特別出現這樣一個 十萬塊喬事情 金額不重要 為什麼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來看一下新新聞 這個明天要出版的 也特別提到這個趙騰雄 這個部分 趙騰雄呢 現在呢 這個傳出來態度是有意要讓步 但是柯P不打算收手 這是我們新新聞的這個 他的標題 那麼第一句就說 跟柯P打過交道的遠雄的高層主管 就說柯P是一個很難以預測的人 那麼這一句是非常經典的 十個夜市文就等於一個趙騰雄 這個大家對社會的觀感是這樣 所以重傷了趙騰雄 那麼也談到接下來有幾個問題 包括呢 現在他們非常擔心的是 是不是這個在擔任大巨蛋的安全總體檢小組成員裡面有一個高招 放了什麼高招 裡面有這個竹中公務店 這個部分是當時呢 跟這個一起來競標的這個成員之一 那麼這個竹中公務店在日本有非常豐富的孵蛋經驗 就是蓋這個日本大巨蛋的經驗 所以認為日本人呢 特別是一板一眼的標準非常的高 會不會讓這個安全體檢 讓這個遠雄這個大巨蛋是很難以過關的 好 那麼這個文中這個結論這個稍微幫大家這個講一下 是認為呢 現在呢 是不是趙騰雄已經有很多啞巴吃黃蓮的事情 他也沒有辦法再講了 所以他如果不趕快把姿態放低的話 恐怕還有很多的苦頭要吃喔 我現在問一下 玉珍 是 聽說你也被早去聊過對不對 到底是遠雄這裡面 我們剛剛看到不管是5000萬 2600萬 10萬 遠雄裡面有一套SOP嗎 我在之前就是政經還是原來文正跟金玉的那個時候 我就有跟文正說 我被點名 說他們要溝通了解一下大巨蛋整個的狀況 那結果那時候我就跟文正說 他說 你就去看看 但是不要單獨 第一個不要單獨 所以我當時就約了 他們有約了另外一位也是財經名嘴 那我們一起 那拿的是這一袋 這一袋裡面沒有10萬塊也沒有5000萬 是他們的資料 意思他就告訴你 因為我們每天在就是看以現有的狀況 然後知道說整個大巨蛋過去 怎麼從西邊移到東邊 就怎麼移 好 那結果他拿了一些說明 我們當然要知道說 你拿出你包括你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消防安檢 就是整個避難消防安檢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移訴 你這幾個部分你講的有沒有道理 因為我一開始就跟他說 我從市民大道一下來 從光復北路然後要往南 看到那個淋著街邊 很有壓迫感的那個商場 我一看很氣就覺得說應該要拆掉 真的是應該要拆掉 那結果這個元雄的人 就他們的副總蔡宗毅他就會說 那是因為我們的圍裡還沒有撤退 如果圍裡撤退之後就好多了 那所有的這些我們的質疑 包括你說避難 他拿出一堆資料告訴你說 有啦3月17號營建署告訴你說 大巨蛋的這個避難是依法認可的啦 沒有問題啦 他拿了一堆資料來說服你 說服說這顆蛋原來從哪邊轉過來 為什麼要這樣轉過來 希望你在節目中幫他澄清 沒有 他的也不是節目中澄清 他意思說他有他的一套說詞 那這套說詞呢 他後來講一句 已經跟台北市政府無法溝通 那無法溝通 我們也沒那個能耐 也沒那個能力去幫你溝通對不對 我們只是覺得說你講的有沒有道理 因為我跟另外一位也是 也是財經的這個名嘴 那他會解釋說 為什麼我要把這個方向轉到這個方向 為什麼蛋要這樣轉過來 是因為本來三萬多人在這邊 那轉到這邊來的時候 疏散是比較安全的 反正他有他那麼一套說詞 那我覺得總結啦 總結就是說 其實趙騰雄就我的感覺 他非常的害怕這顆蛋被拆掉 非常的有危機 所以他不斷的低聲下氣的 要去告訴所有的人說 他最後堅持 這顆蛋是全世界最優的 No.1 你聽了之後你會覺得 拜託你們好啊 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感受 就是他堅持 第二個 他堅持他的疏散 是絕對合肅標準 絕對OK的 反正呢 所有的你聽完了之後 他就是堅持 完全沒問題就對了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所有的停工 所有的阻礙 所有的東西都是不對的 對不對 那後來我知道 我知道聽一聽之後說 聽得下去嗎 好啦我資料看一看 那知道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他說 他說疏散 你們都誤會了 疏散總共有52個出口 不是只有這個奶編 就是說他總共有52個出口 所以疏散是絕對安全的 絕對合肅標準的 他你跟他講所有的問題 他都會告訴你沒有問題 就總而言之就是這樣 好 玉珍我想還是想像新新聞 這篇文章到底有什麼樣 驚人的內幕要爆出來 看到了什麼問題 他們都說沒問題 那麼講 我先講一下這個 趙雯雄到最後要不要讓步 因為竹中公共電絕對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公司 因為當初我們的大巨蛋 設計的是開口式的 就是我們是像這個雜謊一樣 那個那個是可以打開的 可以看到天空的 當然我們現在看不到天空 那竹中公園有一個 猜了就看到了 對 猜了就看到了 好 竹中公園有一個祕密武器 也不能講祕密武器 其實如果我們去過 高雄的龍騰體育場 你知道龍騰體育場 一東風雄在設計的時候 竹中公共電 為了要確認安不安全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有一套軟體 可以模擬整個龍騰體育場 在四萬人的時候 需要多少時間疏散 那套軟體非常棒 那個像現在台北市的副市長 林青龍他們都看過 當時也不斷地根據那個軟體 因為操作下去的時候 一定發現你有設計不足的地方 所以當時龍騰體育場 就根據測試的結果 再去做一些修正 但是不會有大的問題 都是細節 那他就是在 比如四萬人在八分鐘 我怎麼散掉 他那個會上面 那個螢幕上面 會有很多小紅點 竹中公園今天 加到這個小組來之後 很簡單 他做一些修改 我們就把現在的 遠球大清代 你就擺四萬人進去看看 董好 我今天檔還差 因為你講到一個神奇的字眼 就是我們說的 在高雄那一棵 我想請問一下 當時莊為什麼竹中拿到 竹中聽說一開始 兩顆蛋都有 為什麼這有一個神奇的轉折 最後只剩高雄 沒有台北的 為什麼只剩下高雄 沒有台北 就是因為趙仁熊那時候 對竹中的價錢 是有意見的 是 他覺得那個成本是太高了 然後他後來也跟劉培生 這個柴火 那其實 所以是劉培生 他當時是一個知名的設計廠 設計的設計書 這麼講 我想再更清楚一點 其實劉培生 基本上等於是日本竹中公務店 他那個日本的設計團隊 在台灣的partner 是 我們當時的設計 其實還要靠日本 對 所以如果當初一切沒變 你今天看到的這一顆蛋 會比較像雜謊 那雜謊 只要去過雜謊 你就可以想像到 那是個什麼樣子 但是因為今天就變 而且趙仁熊後來面的問題 他因為專利設計的問題 他找不到一個 可以設計開口的 所以他最後找到的是美國的 那就是一個不開口的 比較舊的一個設計團隊 所以現在這兩個拆火之後 現在的關係很微妙 變裁判了 可是最重要是什麼 所以竹中公務店是要軟體 也就是說 你在還沒有蓋好之前 我怎麼知道你的疏散計畫 是不是像書面審核的那麼OK 如果有一個比較笨 可是也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等它蓋好 在取得使用執照之前 我們就真的裝 四萬五千個人到裡面去 大家實力走一走 為什麼 你實力一走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52個出口 所謂的52個出口 能不能在8分鐘之內 把人疏散完 那時候有問題的話 那你就取得 你就不能使用 就停了 當然是這樣子比較費時間 要等 為什麼要蓋好 讓費資源 組裝公務店的軟體修改之後 馬上可以知道有沒有問題 那這一個事情會逼著 趙騰雄你自己要去考慮 那就像他們所講的 因為對柯P來講 他們真的不夠熟悉 他們不曉得柯P可以這麼硬 他們對柯P真的難以捉摸 所以趙騰雄後來 我相信他會 我們前面講的那五千萬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趙騰雄可以找得到 他相信的窗口 不要說五千萬 再多都砸 加一個零他都加 有沒有五億我不敢講 再多都會砸 為什麼 商人他要的絕對不是卡在那個地方 可是今天趙騰雄的問題是什麼 他官司很多 他官司 也許那個時候 才是趙騰雄真正災難的開始 我有個小問題 剛才我們東浩有談到 就是竹中公務店的事情對不對 玉政我想請教你問題 遠雄找你的事在 是不是公佈了說 我們柯市長要找竹中公務店之後 才找你的 還是宣佈要找竹中公務店之前才找你 我不知道竹中公務店什麼時候 扮演這所謂的這個 檢測的單位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竹中公務店這個前後的淵源 其實我不瞭解 我們最主要是說 因為我總得去了解說 趙騰雄你現在你對你這顆蛋 因為我們認為說 其實拆掉 尤其是這個安全的部分 尤其是逃生的部分 那是最明顯的 結果他開始的時候 他開始的時候就先痛批劉培生 因為我在2006年的時候 我就採訪過劉培生 然後也了解到劉培生跟竹中公務店 然後當年跟趙騰雄的這個對峙 因為我研究太... 趙騰雄研究的太深了 我當天我就跟他說 那個每案必頌 然後每一件案子都打官司 都強詞奪理的 那個文章就我寫的 所以我對你的過去種種如數家珍 所以你告訴我說 你這東西每一個通通都理直氣壯 我還真的是不敢相信 可是那個竹中公務店 後來為什麼就說 在柯P的眼中還是認為說 因為這個逃生太專業了 遠雄告訴你說 我52個窗口 然後從V1 然後1樓2樓 同時在8分鐘之內4萬人 然後13分鐘之內幾萬人 就是說他有一個所謂的國際標準 然後他告訴你說 這些國際標準都沒有問題 可是這個我們真的不懂 記者 他那個都叫數字 對 那個都叫數字 你真的真的那個標準能不能執行 你沒有試下去測試 甚至你要先做電腦模擬 你才能知道 數字好看容易 對 很多東西 數字都是對的 所以這裡面一個關鍵內容 事情是說 當竹中公務店出現的時候 似乎就隱藏了這 當時五千萬的迷雨有沒有 所以瞄解竹中公務院 對於遠雄來說 恐怕是一個很大的風險的 世界是這樣子嗎 我舉幾個大家的爭點來討論 第一個就剛剛玉珍講的 他們最錯誤的就是說你轉向 他轉向他的解釋說 我那個東西像對調 全體打在這邊 那個本壘在這邊投手 就在這邊對打 他轉向 他說我這邊打過去 那邊兩邊的外野人少 所以那邊疏散沒問題 所以我增加來做商場 那這很可惡 誰允許你這樣 這是180度做調整 你怎麼可以說 因為外野方向 所以那邊就是人觀眾席會 少睡疏散就OK 我跟你講人在慌亂的時候 逃生的第一個準則 就是東西南北四面八方 都要能夠逃 不能你指定的 我指向東南逃 西北不能逃 沒有這回事 第二點這一個剛剛東豪講的軟體 那就是非常深入了 可是這個為什麼是真點 這個輸入不同的數字 他就會達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 這也提到說其實現在書面審查 大家都說遠雄 據以來情嶺執照的書面審查 安全是有通過 其實不對耶 這個書面審查裡面有好幾個委員 其實是持保留態度 這也是現在這個案子 還在臺灣建築中心 還在爭論的地方 我舉例好了 這個軟體 我們屋頂的頂層 我們一定要預留逃難空間 結果因為軟體 這個樣子的關係 屋頂不能留 他怎麼辦 逃生避難空間 他把他留在三樓跟四樓 而三樓四樓的避難空間 你現在你現在照那個設計度去看 是死路 死角 止盡不能出 他所有的五十二個通道在哪裡 比方說我講更細節一點 他現在施工 他這個方法他為了趕攻期 他用逆打的方式 結果你知道 在柯P之前的市政府多配合他 逆打的關係趕攻 所以他鋼筋混凝土的報告 來不及做完之下 就讓他勘驗通過 還有更糟糕的 等一下 這一部分要講清楚 他事實上應該是 我們說任何的鋼筋混凝土 有一定的時間 讓他凝固 是這個事情嗎 對 然後另外一件 就是混凝土的膠質 混凝土他在B洞跟M洞 他在辦公室商辦這一洞 跟商場那一洞的混凝土 竟然是五天就膠質 這個是違反建築法規 建築法規要14天 你如果用找牆水泥的話 至少也要7天 這是一個建築的常識 一個不但明文規定 而且是法律記載的 因為你混凝土要一定時間 讓他熟成 讓他凝固成形 讓他保養 那這個會影響什麼 你趕五天這麼快 會影響什麼 影響到他的強度 影響到他以後的壽命 他為什麼要這樣一直一直趕 他就是要趕著說巨蛋 世大運開幕的時候 他的商場 他的影城 他的飯店 他的辦公室 都要同時營運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的看法是把這些 大家真率的疑點 大家都名列出來 那麼一次公開的市府總體檢 而且由柯P你自己領軍 一次的跟他談清楚 不要有這些模糊的空間 因為其實現在真點已經很多了 那我跟大家報告 市府的這一些內鬼 現在還運作他在 還在配合他 你看我們剛剛講出來的 這些疑慮 五天交織一成 你現在還在配合他 而且剛剛講 可能多加一個零 他都會願意 所以要問一下廉政會 我們石球這邊 這個目前在這個 我們柯P的眼皮底下 還有這種事情在進行中嗎 那麼現在看到這麼多的問題 還沒有解決 拆彈的機率有多大 其實柯P有個比較 最大的問題 他換了首長 其實很多 我不敢說 大部分公務員臺北市水準是最高的 但是要牽涉到重大利益的 像捷運局或公務局是建管處 他基層公務員是有問題的 他是基層公務員都有問題 從上到下的 你基層不換的話 我很坦白講 你說其他大部分沒有問題 他們不是國家考試進來的捷運局 大家冷靜去追就追 你可以看 有問題的 師傅運作這麼久 你可以看聯合開發案 真的有時候當然這麼大的案子 怎麼可能會是 其實早期的聯合開發案 聯開處 中規處 陸全師 因為他們自己制定辦法 上面根本管不到 你們相不相信 我今天講出來大家可能會啞然失笑 我去查美和事 是誰告訴我 拜託我去查的 你知道嗎 誰 是台大的一個教授 我非常佩服這個人 當過台北市副市長林建源 他是跟我講說石秋兄 因為你對這些案子 尤其是你對土地徵收很瞭解 這個案子太靈活 而且他知道內幕了 他說他們這些基層的權力太大 一個當過台北市副市長 他離職之前 拜託我查這個問題 因為他自己都看不下去 拜託你們查清楚 他看不下去 因為他自己有時候 你知道教授出身 他比較好好先生 他知道我們就一路砍殺到底 結果所以我一直到現在 不要說這個案子兩百億 所以他一定有市長 我跟你講像公務局也好 或是捷運局也好 這個跟龐大利益有關的 你上面下面BOT案的話 就上面有問題 因為BOT案他是限到法規的問題 那是像聯合開發案 早期的聯合開發案 在一百年以前基層問題遠高於高層 所以後來我們才把這一個所謂 聯合開發案 他的層級 所以才會每核四兩百八十一的案子 去開會的是一個承辦人 我想傑明知道 是一個什麼 是個鼓掌 局長不去 副局長不去 聽上面講的嗎 他們權力很大 其實他們就 他們來決定 鼓掌跟承辦人 處長不去 局長不去 主任秘書不去 專門委員不去 他全世界看不到的 但是為什麼 因為他的辦法裡面 就有聯開處決定 一個二級單位決定 兩百多億的案子 所以後來在一百年之後 我建議之後 他們才在開始變成市政會議 這個層次 我回到遠雄這個案子 其實今天柯P 我認為他犯了一個比較嚴重的錯誤 當然因為他可能有點雅正的傾向 我會比較體諒他 剛才事件講到 他把話說得太重 太大之後 然後到處你收不了手 人家就會想 你是不是有某種程度的妥協了 因為你把前面講得那麼大 我在市議會 大家很清楚 我追這麼多弊案 我很少看清楚 等一下 我直接問一下 石兄委員 你覺得有妥協嗎 你覺得有些地方已經妥協了 譬如說我們這樣講好了 這個松菸事情好像就 也沒有要到什麼決定金 可是松菸好像就沒有說 文創這部分好像也是 現在就是這個跟這個 我們說的郭董的兒子 郭守仲見個面之後 好像也沒有事情了 傑銘你問得非常好 其實像我們在臺北市議會 包括中央也是如此 有些開記者會是揭發弊案 真的是如此 我很坦白講有一部分 我現在事件很清楚 他揭發弊案打得越兇 有時候是未掉東西的 我真的說得很坦白 你不要看那個在電視 我今天直接公開講 很多電視上開記者會 又針對特定的什麼的財團打的時候 他如果到最後沒有下文了 不了了之了 他可能是去妥協了 這是這是為什麼 我在過去追逼案的過程當中 很少開記者會 除了萬不得已 那我都是直接到調查局 所以有人是揭避為了妥協的 有些揭避 不要說拿錢 他很可能是怎麼樣 是為了未來政治的一種某種程度的一個互惠 所以我覺得柯P在當時 至於不應該把話講得這麼重 像我對美和事來講 我說今天已經是個繼承的案例 你不可能要那十二棟這些人走路 不可能他三億第三者 你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我也不需要讓任何人坐牢 我要你去跟他增加權力金 所以才會有三十五點三億 最後變七十六億九千八百萬 市委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這位臺大的教授 擔任副市長的時候 他是要跟你指控什麼樣的事情 他是說這個美和事這個案子 他的問題太離譜 一個副市長去指控 已經很低層階的 這些所謂連開案的官員 幹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副市長一點辦法都沒有 還希望他們來辦 他說因為連開處的權力在大 因為他制度上設計 就是如此 後來你後來 我們調出來的會議紀錄裡面 你才會發現處長不參加 副處長不參加 主任秘書不參加 專門委員不參加 找一個科員和鼓掌參加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講完之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我我還是很佩服他的林建源 包括後來三創 他也是最早提出 不應該用BOT 應該用所謂那個設定地上權的方式 用公開招標 都是他提出來的 他那時候跟我講石秋 我要退休了 這個案子其實你要好好查 所以我才在四年前去 到調查局去 我覺得基本上 你千萬不要把話說得太大 到最後你辦不下去的結果 你就會讓人家引起瑕疵的空間 像我們對富邦文創 我也不是要讓蔡明忠坐牢 我直接講 你五十二點八億 我查到了會議紀錄 你要給我們的所謂的權力金 為什麼後來你公開講 只有十五點六億 另外那四十億去哪裡 對 我只叫你郝龍斌 沒錯 你去追那五十二點八億 結果郝龍斌成立一個委員會 開了一次會 不開會了 這點我就完全無法接受 我們今天接地的目的 坦白講他在法律上都有保護傘 他遊戲規則的制定過程當中 你法律很難找到瑕疵 所以我跟柯比講 你要在法律上找到瑕疵 非常困難 但你要行政方面迫使他 吐出權力金來 這才是我們今天追求的 動輒三四百億的臺灣的 臺北市的精華土地 能這樣搞嗎 都我要向我問一下 黃安委員 這些事情 所謂連開中心 難道中央的這些立法機構 完全沒有無效嗎 還有發包的這個聯發中心 這個聯合發包中心 是不是柯比打算用 所謂的聯合發包的中心 來彌補可能發生的弊案呢 那會不會弊案中又產生弊案 廣告我們去追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